哈喽友友们,仪台又来了 友友们有没有发现,朝鲜王朝历史很长,堪比中国两代朝代 朝鲜王朝1392-1910,因其王室为李姓,所以又被称为李朝或李氏朝鲜 它是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前后延续500多年 时间跨度相当于我国明清两朝,相较于我国封建王朝之多 不超过300年的历史来看,朝鲜王朝能延续500多年 这在东亚封建时代,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那么这是为何呢? 一,奉行世大主义,消除外患 所谓世大主义,就是实力弱小的国家 屈身遵从周边大国,以求自保的外交政策 这也是朝鲜立国500多年以来,一直沿用的基本外交方略 除去甲午战争后,脱离清朝独立的朝鲜 将世大的目标短暂变为沙额外 在其余时间内,明清两代,中原王朝一直是朝鲜的世大目标 是大主义源于我国利润崩坏,百家争鸣的春秋祝侯争霸时期 当时周天子衰微,大小祝侯国,为扩张土地纷纷展开兼并战争 延民不断的战争使百姓深受其害,使得住子百家促生出了不同的外交观念 而尊崇儒学的朝鲜,自然在处理外交关系上,也仅遵世大主义 因为朝鲜相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只是地侠民少的弹丸之地 无力与其争衡,唯有谨慎侍适逢中原王朝才能保全其国家 朝鲜世大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承认中原王朝为宗主国 这不仅使朝鲜免于被中原王朝所彻底征服 还能在遭受外敌入侵时,受到中原王朝的保护 特别是1592年和1597年,日本封臣秀吉两次大举入侵朝鲜 朝鲜几乎亡国,弄得明朝全力援助 元朝抗卧击败了日本,才使得朝鲜王朝得以光复国土 不然,朝鲜王朝就在立国200多年后,手众正寝了 朝鲜对于明朝的援助感恩戴德,称其有再早之恩 于是,世大主义在朝鲜更为根深蒂固 明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更加稳固 不过在明清交际之时,朝鲜却不得在明朝和清朝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1636年,皇太极入侵朝鲜 朝鲜国王被迫投降清朝,断绝同明朝的关系 盖奉清朝为宗主国 朝鲜也得以继续保持独立 这实际上也就从侧面化解了外国入侵导致亡国的可能性 同时,风行世大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朝鲜国内的不稳定因素 在宗藩体系下,朝鲜国王须经中原王朝的册封才具有合法地位 也就是说,即使朝鲜政府再怎么腐朽无能 朝鲜国内的全臣,农民起义军 如果想推翻李氏朝鲜而自立 那么必须要经过宗主国的认可 而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因为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 都希望朝鲜半岛要稳定,不能出大乱子 如果李氏朝鲜改朝换代了 就对宗藩关系形成了挑战 所以如果朝鲜半岛出乱子 中原王朝绝不会坐视不管 大明万利,元朝抗卧 清末北洋军平定人武兵变 乃至应邀,出兵平定东穴党起义 最后扶持的都是李氏王族,不是其他人 二,士大夫阶层斗争,小弥内忧 世大主义只是外淫,朝鲜王朝能延续五百多年 其主导作用的还是原子内因 这和士大夫阶层的不断斗争有很大关系 朝鲜王朝的统治阶层 是标榜如雪的士大夫阶层 也叫两班贵族 他们垄断了教育、科举、围观等特权 延绵树带,在中央和地方盘根错节 在中后期的权势甚至超过了王权 一些权臣和党派能够左右国王备立 权臣如安东金氏、封壤赵氏、破平隐氏、利兴敏氏等 党派如东人党、西人党、老论党、少论党、男人党、北人党等 势力十分庞大 按中原王朝来说 权臣和党派超过王权 势必会引起改朝换代 不过朝鲜设于中原王朝的存在 这些权臣可不敢有此逆谋之心 不过他们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那就是通过政变来费力国王 朝鲜国王500多年一共发生了两次成功的政变 分别为中宗反正和人族反正 而发起政变的主体都是两班士大夫阶层 中宗反正推翻了燕山军 人族反正推翻了光海军 这些士大夫在推翻国王后 都拥立另外的李氏宗亲继任国王 他们成为功臣 世代享受特权 朝鲜王室则得以延续 不过他们内部分化却很严重 朝鲜就这一亩三分地 而权臣和党派一掌特权 其家族反燃速度飞快 这点蛋糕是远远不够 他们这些权臣党派分的 所以掌权的权臣和党派 在拼命维护自己的利益 压制被打压的派系的同时 其内部为了争权夺利 也在不断分化 比如东人党就分化出了 男人和北人两派 西人党分化出了老论和少论 北人党又进一步分化为 大北党 小北党 古北党和瘦北党等等 彼此斗争不断 无休止的党争 代表着其实力的此效彼长 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为中后期弱小的李氏王族存在延续提供了可能 如朝鲜英族 李银施行 荡平测 大院军李旨 应打击世道政治等 都是具体表现 三 农民势力弱小 起义难成气候 农民起义在我国封建王朝的更迭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朝鲜王朝则不同 农民起义的影响力卫护其微 极难撼动封建统治 因为朝鲜土侠明寡 农民阶层在体量上 难以形成抗衡封建统治的势力 而朝鲜一旦地方发生起义 狭小的国土面积有利于政府 调集军队征讨 不利于农民进行长期斗争 同时朝鲜士大夫阶层 在地方的势力庞大 他们的家族往往能延续述代 以忠义孝涕的儒家思想 对地方施行教化 对地方的影响力很强 农民很难有起义思想 所以朝鲜王朝500多年来 极少发生农民起义 直到19世纪末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 基督教的迅速传播 即如是道为一体的冬雪思想逐渐形成 朝鲜农民以此为信仰 掀起了朝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席卷半壁河山 不过冬雪党起义 最终在朝鲜政府和日军的联合绞杀下 宣告了失败 综上受奉行世大主义 士大夫阶层内部斗争和农民势力弱小 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朝鲜王朝得以延续500多年 农山 兜山 农山 农山